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个是四品 五品 七品 十二品 以及十九品这五个位置 好 现在我想要在十五品弹出泛音 该怎么办呢 在我们的自然泛音点中并没有十五品这个位置 好 现在大家看一下我是怎么做的 大家看到我加入了左手的暗弦 因此在我们左手暗弦的情况下 弹出来的泛音这个就叫做人工泛音 好 那么这个时候大家再来看到你屏幕的右侧 人工泛音在谱子中的表示方式 一个我们看到在谱子上方写有harm.15 前面的harm 扩程看来就是harmonic 就有泛音的意思 那么后面的十五指的是我们当前需要做泛音的评位 那么比较有意思的是我们看到谱子中 同时出现了两个数字 一个是正常大小的数字三 那么另外一个在三的右下角 有一个写的比较小的 同时带有兼括号的15 好 那么这个时候我来为大家强行找一波规律 这个时候我们看到15减去3等于多少呢 12 因此我们约定俗成的一般是在我们左手按弦之后 如果需要弹人工泛音的话 往后找12品 那么这个时候谱子中我按住了三品 就需要在15品的位置弹出泛音 那么假设如果按在了4品 那么就需要在16品的位置才弹出人工泛音 那么与此同时这个时候弹泛音的方式 就要靠右手一只手来完成 因为我们左手已经提前按住琴弦了 好 为人工泛音所准备的练习片段 是来自于Caring You的第82小节到第90小节 如果说这个Caring You你不太熟悉的话 我把它换一个名字 天空之城 这个时候是不是突然恍然大悟 这个曲子你一定听过很多遍了 这个就是正常和改编的天空之城的主题曲 Caring You 好 这段谱例呢 大家可以在我的微信公众号中找到 并下载下来 好 这种曲子用的就是标准音 6弦到1弦就是E A D G B E 接下来 我们先来看演示 Caring You 我们看到第82小节 首先我们在谈这一段的时候 所有的翻译的方式 就按照我刚才所讲的右手 谈翻译的方式去谈它 接着首先看到第一拍 这里是一个一弦12屏的翻译 我们看到它这里表示方式 是一个大的数字0 后面一个监控号 底下有个小写的12 那么这个地方 其实还是用右手去谈自然翻译 首先我们的左手指法 其实就是一个C大七 或者说C和弦就可以了 那么你可以选择十指不按 那么就是一个C大七了 这个时候 我们弹翻译的同时 还要去拨琴弦 那么这和前面最开始第一段 这样的翻译 这方式是不一样的 我们需要把右手拿过来 因为弹翻译同时 你需要弹琴弦 弹实音 那么我们显然在音孔这里 想要同时做翻译和弹出实音 显然是不可能的 好 这个时候 还是用你的实指 找到一弦12屏的翻译点 那么这个地方 你就只能用你的无名指 去拨你的一弦了 而且尽量的 大家记住 尽量的和你的实指 距离拉开一点点 这样的话 你的翻译能够弹得更好听一点 好 这个时候 那么我们右手就要两只手 同时开工了 也就是无名指 去拨一弦的同时 你的右手大拇指 拨五弦 得到这个五弦三平的音 也就是 一个五弦三平的音 和一弦 十二平的翻译 再来一次 就是在我们之前 弹这个右手 单独的翻译的同时 加上了实音 接着第二拍 直接右手就在这里拨弦 拨四弦二平的音 好 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第二拍 后半拍 它这里翻译有点意思 外面是一个大写的三 里面的尖括号是十五 我们刚才回想一下 我所讲的自然翻译点 一共有几个 四 五 七 十二 十九 并没有讲十五平 难道是我忘了吗 没有 这里就是要谈这个自然 人工翻译了 首先我们的左手 也就是外面的 这个大写的这个三 代表是我们左手 需要按的平 那么将我的小指 按在二写的三平上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谈人工翻译 那个原则是什么呢 如果说你要谈这个 左手按了品的 这根琴弦的翻译的话 那么你就从按的这一品 往后找十二品的位置 那么就是这根弦 当前的人工翻译点 好 看到我左手按住了 二写的三品 那么这个时候加十二 也就是我需要 找到二写的十五品 那么就是谱子上 所标的这个地方了 好 用你右手的十指 找到二写的十五品 在哪呢 就是十二品之后的 第一个标记 有品位的地方 好 这个时候 你的右手 就要稍微往后来一点点了 时时找到十五品的翻译点 同时 无名指做好准备 这个就是二弦三品的 这个人工翻译 再听一下 我们听一下这个实音 跟它是不是很像呢 其实这里的音是一样 但是只不过 我们弹的这个翻译 要比我们弹的这个实音 整整的高一个八度 再听一下 我觉得第三拍 第四拍 第一个是 一弦 空弦的 自然翻译 最后一个音 将你的小指下来 按住一弦的三品 再找到一弦十五品的翻译点 好 我把第八十二小节 连起来 大家注意啊 我们在弹这些人工翻译的时候 因为右手要频繁的在这些地方移动 你的右手去找翻译点的时候 一定要不要找错了 我们练习的时候就慢一点点 同时啊 这些琴弦在这一区域的这个间距啊 会稍微斩一点点 所以说我们右手啊 拇指在拨弦的时候 也不要拨错了 好 接着看到第八十三小节 小指按住二弦的三品 无名指在六弦的三品 好 还是一个二弦的人工翻译 和六弦同时拨 再来一次 后面 四弦 三弦的空弦 接着最后一个 二弦 空弦的一个自然翻译 松小指就可以了 这个时候这小节 我们的无名指还一直保持在六弦三品上 让低音有一个延续 好 我把第八十三小节连起来 接着看到第八十四小节 我们这一小节的执法 其实就是一个 AM的和弦 AM的执法 好 不过五弦空弦同时 我们弹 二弦 这个人工翻译 按住一品之后的人工翻译 所以说我们看到 后面的监控号是十三 右手 十指找到十三品的翻译点 好 五弦和二弦同时拨 五弦出的是十音 二弦出的是翻译 接着第二排 拨四弦之后 松椅左手的 持指的同时 弹二弦空弦的自然翻译 再来一遍 接着看到第三排 第四排 一个是二弦一品的人工翻译 一个是一弦空弦的自然翻译 这个时候我们 左手的持指就按回到二弦一品上 就是这样 好 我把第八十四小节连起来 好 接下来第八十五小节 这里左手的执法 就是一个EM和弦 将你左手中指和无名指 向上分别以一根弦 就在五弦和四弦的二品就可以了 好 这个时候拨六弦和一弦空弦的自然翻译 两根弦同时拨 就可以了 接着第二排 五四 拨十音就可以了 好 这就是第八十五小节 我连起来 我们拨这个中间的这个十音的时候 也就是五弦四弦 可以稍微轻一点点 因为我们主要听的是泛音的声音 接着来看到第八十六小节 这里的变化稍微多一点点 其实我给大家剖析一下 这里就是一个F和弦 但是这里六弦的一品 我们用左手拇指伸出来 按住六弦一品 再将你左手的中指 按住三弦的二品 这个时候 拨六弦的同时 弹三弦二品的自然翻译点 那么这个时候 你右手拇指就找到 三弦十四品 好 接着后半拍 一二弦空弦自然翻译 第二拍 左手拇按在二弦一品上 弹二弦一品的 人工翻译 这个时候右手拇指 就在十三品的位置了 接着到第三拍 我们的指法变化 来到G和弦 用你右左手的五名指 按住六弦三品 这个时候六弦和一弦的 自然翻译 二弦一品的人工翻译 左手拇指按在二弦一品上 第四拍 二弦三品的人工翻译 用小指来按住二弦三品 之后用你右手的指 找到二弦十五品的位置 好 第八十六小节 我连起来 就是这样 接着第八十七小节 这里我们左手的指法 就是一个C和弦的指法 就可以了 拨六弦空弦的同时 弹二弦一品的人工翻译 所以说你右手指指 就要找到二弦十三品的位置 六弦二弦 好 再拨四弦 三弦空弦 两个自然翻译 第八十七小节 我连起来 接着来看到第八十八小节 这里都是四分音符 首先看到第一拍 你左手指指按在一弦的一品 弹一弦一品的这个人工翻译 同时和四弦空弦一起播 那么这个时候 你右手指指就要找到一弦的十三品 就是这样 接着第二拍 松左手一弦空弦的自然翻译 第三拍 二弦三品的人工翻译 最后 二弦一品的人工翻译 好 把这一小节连起来 好 接着来看到第八十九小节 首先这里我们左手的指法 是一个一挂四和弦的指法 中指 无名指 小指 分别按在五四三弦的二品 也就是这样 是这样一个声音 好 接下来看到第一拍 一弦空弦十二品的翻译 以及六弦空弦的十音 两根弦同时播 就是这样 接下来 剩下的三拍 我们右手可以回到自己最熟悉的地方 去播十音了 也就是五四三二三 好 我们看到最后的三个音音 它上面有一个三 这是一个三连音的节奏 那么如果常规的 这个四分音符 或者是八分音符的节奏的话 一拍的话 两个八分音符就是 大大 大大 那么如果换成是 三连音就是 大大大 所以它的节奏稍微有一点点改变 那么我们实际弹的时候 就是这样的 后面的音你可以理解为 就是稍微拖一下就行了 好 我把第八十九小节连起来 接着来到第九十小节 松开你左手的小指 十指按在三弦的一品上 其他两个手指保持不动 这就是一个 一和弦 好 第一拍 三弦六弦同时播 这个时候都是实音 右手还是在这个地方 第二拍 第三拍 五四三 都是实音 最后一拍 第四拍 一个一弦 十二品 空弦的范音 自然范音 还是用右手 单独的右手去弹 这个地方你就不要 习惯性的把你的左手拿过来了 因为刚才说到 这一段所有的范音 都是用右手去完成 好 我把第九十小节连起来 好 这个就是关于人工范音的讲解了 最后提醒大家的是 今天出现的所有普利亚 大家都可以在我的微信公众号里找到 同时欢迎大家订阅我的视频 这样我之后的每一期精彩内容 你都不会错过 如果大家对于今天的内容 有什么疑问 或者想与我直接交流的话 都可以在我的微博评论 私信我 或者at我 这样我看到之后 都会在第一时间回复你 好 我们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谢谢大家